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介石可别闲着 他又对围剿中央红军做出了新的部署 一时间他就调动了四三万大军 对军役包挫而来 企图把三万多红军消灭在乌江西北地区 中国军委马上决定要迅速的脱离追忆地区 一月十九号开始 红军分三路 足次的向土城和池水推进 第二天 中国军委就发布了一个渡将作战的命令 就是决定 红军从卢州和宜宾一线 渡过长江就是川西北 和红四方民军会合建立根据地 蒋介石侦查到红军的东向以后 一面命令川军封锁长江 同时命令川军派部进入洗水赤水土城一线 防堵红军 一月二十四号 右路军的红衣军团占领了土城 并且向赤水推进 这个时候得到一个情报 说川军的一个模范师的团 正在尾随着红军向土城开过来 毛泽东一看机会来了 因为毛泽东在向土城进军的时候 他就和周恩来啊 朱德啊 刘伯城商量 说你看这两边 道路两边都是三股地带 如果追兵孤军深入 我们可以利用土城东边的那个地方 我们击中优势的兵力 给追击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场战斗是毛泽东在军议会以后 他提出来的 而且经过红军总部批准的 一月二十八号的五点 红三军团五军团 在铜德怀的统一指挥下 从南白两边 对追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势 经过几小时的战斗 并没有解决战斗 而且战股也不是很大 怎么回事啊 后来从俘虏当中也才知道 原来说的川军的四个团 六七千人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是六个团 一万多人 而且不断的有援兵在往上上 这个战打得就越打越紧张了 而且越打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了 原来我们以为川军的战斗力不行 结果是低估了 川军一当的人多呀 还是在忙我们的身体上冲 一会儿把红五军团的身体都冲破了 就在一步步的向吐城 毕竟打到这个时候 前级的指挥员都做不做了 红军的总司令朱德跟毛泽东说 我要清零前线到前沿阵地去指挥 你想把红军总司令啊 到前线去指挥啊 直接到前沿阵地去指挥啊 毛主席抽着烟 连抽了几只烟 没有同意 朱德有点急了 把帽子一拽 说伙计 不能光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 为了我们红军的胜利 牺牲一个朱德 何与主席 说矿田 敌人的子弹是打不动我朱德的头 朱董司令到了前沿阵地直接指挥打仗 对我们这个正在苦战争的红军战士来说 孤独很大 很快我们退了川军的几次进步 这个时候毛主席又直接电力 本来往红衣军团到吃水去了 要求红衣军团赶快回师 来增援土城这个战斗 毛主席又马上命名军委中队的干部团上 这个军委中队的干部团 所有的人都是连牌以上的干部 这个是毛主席手上抓到的最后的一个王牌啊 没办法上 所以这个干部团一上 战斗力和其难强 猛打猛冲 真的把真帝给稳住了 毛主席站在山头上看到干部团在打 一看陈庚说陈庚行 这个人能打军长 因为陈庚是干部团团长 毛主席看到他这一次战斗 就说陈庚行能打军长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红衣军团也回事到了土城附近 投入了战斗 总算把真帝公布下来了 当天晚上 毛主席就召集政治局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开会 决定暂时放弃 渡过长阳的这个计划 毛主席做出决定 立即撤出战斗 赶紧往西走 渡过赤水河 这个土城战役是毛主席军营会议以后 指挥的第一个战斗 这个战打得不太好 没有打胜 博古就有点讽刺心的说 你看看狭隘金人指挥也不行 毛主席军伟大就伟大在这儿 他能够及时的从这个土城战役 这个失败的总计教训 而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放弃原来的计划 渡过赤水河西境 这个期间就演出了一个四度赤水 这是毛泽东拥兵如生的一段神话 要渡过赤水河 那么加设福桥啊 这是一个大的关键 一直到29号的凌晨 总算在土城南北两个渡湖 加洗了两个湖桥 1月29号的凌晨的三点 朱德发布了一个命令 就是红军西渡赤水河 主力红军翻三路 从原后厂土城南北 这三个渡口渡过了赤水河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度赤水 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这条红色河水的情况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山区 沿着云南四川贵州交界处的重山郡里 在四川省卢州市的河江县 汇主滔滔万里长江 提到赤水河 几乎中国人都会想到一个响亮的字眼 四渡赤水 红军四渡赤水呢 每一次渡河 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有三个渡口的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渡口呢 就是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的渡口之一 名字就叫做土城 那在我旁边的呢 就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副馆长吕佳文 给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赤水河为什么叫赤水啊 咱们这个赤水河旁边的这些景观 大多都是丹下地貌景观 就是那种红色的沙岩石 所以呢 就让咱们河水在一些季节里边是显得 就看起来像赤红色一样 那赤水河的赤子就这样得名了 红军从土城一渡赤水 采用的是搭湖桥的方式 先把船只放到下面 将老百姓自发捐助的门板 放在船只上面 用绳索捆绑起来 就成了浮桥 那刚好都是在我们庭上的 就刚好又固定我 就是您看到的这两块石包 当时就起了 稳固浮桥这样的一个作用 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视线看过去啊 赤水河的河面上 都是小碎石头 只有这么两块石头 特别奇怪 非常的巨大 它是天然形成的吗 是天然形成的 今天这样吧 我们来感受一下当年红军捆这个绳索的过程 行 行 好 我们感受一下吧 好 走 真的河水很凉的 很滑 注意点啊 小心点 很滑 非常的滑 天然形成的 天哪 实在是太沉了 来 可以了吗 站稳了吗 站稳了吗 好 我们一起啊 来 小心点啊 这个石头特别滑 我们一二三 来 我喊一二三 我们扔上去啊 一 二 三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我们用最大的力气 所有的力气 一 二 三 走 这个绳索这么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绳索跟我的胳膊一样粗 而且浸上水之后特别特别的沉 我们俩现在胳膊都已经滑紫了 手也紫了 但是确实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可见当年红军要搭绳索 还要搭福桥 然后还要过江 有多么多么的困难 当年啊 红军有的穿的是草鞋 有的甚至连草鞋都没有 然后他们要光着脚 渡过这条河 同一个季节 我们来体验一下 过河的感受 我的鞋刚才在捆绳索的时候 已经进水了 大家可以看啊 我穿了一层羽绒服 外面还穿了一层戴棉的防寒服 冲锋衣 但是我依然觉得瑟瑟发抖 现在让我们感受一下河水的温度 真的河水很凉的 现在过了有五秒钟吧 我觉得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知觉了 前面的水流很急 在我的腿上 我能感觉到这个水流冲击过来的感受 我觉得很有可能被水冲走 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 幸福的生活 那么红军四度赤水的详情 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起听党史专家刘津田继续讲述 这个时候 川军已经在 蓄荣古令之地 这个长江沿线 布置了 36个团在那 就是防止红军百度长江 毛泽东当机决定 战缓实行百度长江的计划 而且要求红军各部迅速的脱离川军 往云南的 卫星的杂系地区集中 2月9号 中共中央在杂系 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杂系会议 在杂系会议上 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 实力的三个教训 一个是敌情摸到不准 原来是说四个团 结果六个团 第二个清敌 认为村军可能战斗力不行 第三个兵力分散 你看一军团还在前面 就这儿就三军团五军难打 毛泽东在杂系会的第二个 做出的决定是什么 就是回市东径 再度赤水河 重战军议城 它是有道理的 它是说我们要利用敌人的错觉 然后我们集中优势兵力 发扬我们红军的运动战的特长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2月10号的上午 也像今天一样 下的毛毛雨 军委中队在杂系的大操场上 召开银科长以上的干部会 张文天在会上 做了一个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 第一次在那传达军议会议精神 蒋介石一发现红军在杂系地区集中 历经命令川军的攀王法部和殿军的熏渡部 从南北向杂系进地 毛泽东分析敌情后 马上做出了一个决策 调头东径向前百进发 这就是二渡赤水河 二月十八号到二十一号 红军就在太平渡 二郎滩 这些渡口 二渡赤水河 向前百进军 假设是联盟命令 殿军的三个旅 从那个杂系这个地方 往中追击 那么命令前军的那个团 从军役 征元同志 楼山关 二月二十四号 红衣军团一部 占领了同志 攻打楼山关的主攻任务 是红山军团的十三团 这个团的团长是谁啊 叫彭雪峰 彭雪峰这个人啊 是自勇雄权 门武兼备 是最受彭德怀气动的 一员军中的战神 二月二十五号这一天 天杆蒙蒙亮 红十三团 就开始对 某山关发起了攻击 前卫这个 侦察连的 这个连长叫韦吉 率着手枪牌 被战士 全部穿着 那国民党军队的服装 楼山关的关口 二月二十六号 红军 红一军团 红三军团 站在楼山关 二十八号 再战了军艺城 并且在军艺城外 重创了 武器伟的中队 重创了 王嘉丽的部队 总共军艺战役 击退和揭秘国民党军 是两个四有八个团 这是我们长征以来 许多的第一个大胜利 但是不幸的是 在攻占军艺城的战斗中 我们红三军团的参谋长 邓平 重担牺牲了 邓平的这个雕像 就在我们军艺这儿 一天半晚 毛泽东 登上了楼山关的关口 迎下了一首词 疫情和楼山关 西风里 长空燕窖双城月 双城月 马蹄深邃 喇叭深夜 雄挂漫道正如铁 而竟迈步重头院 重头院 苍山如海 残崖无旋 毛泽东在这首词里面 描述的楼山关的景象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景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楼山关 一争口评官 位于尊义童子交界处 是川前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 古人描述 关上千锋万刃 直刺苍穹 在1935年的那段岁月中 楼山关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呢 楼山关呢 不光风景秀丽 今天还飘着雪花 更重要的是 他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那站在我身旁的呢 就是尊义士长征学会副会长黄仙荣老师 给大家打声招呼黄老师 好 大家好 黄老师 咱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 是当年红军攻打小尖山的时候 所走的路吗 是 但是当年路很小 后来开完旅游以后 这个宽了 加固了 但是这么险要 当年红军是怎么攻打的 据这个祖宫的石山团的团长 彭学峰回忆啊 他是利用这个石鼻的掩体 然后这个一节一节的冲上了小尖山的 就像这种 像这样的是掩体吗 这样作为掩体 它就作为掩体 我来体验一下 慢点 就相当于这样是一个掩体 对 您小心一点 没事 小心一点 这个彭学峰回忆啊 他是国民打枪啊 他要换子弹 趁他换子弹的时候 红军的枪就对着他打 打了他打下来我们就躲起来 我们是打得着好 对 如果要打他 我侧过身来就可以打他了 这样是看不到我的 但是等他换子弹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侧过身来 对 就可以打到他 对 要扔手扭上也可以 这样就扔上去了 这样扔 之后我就把麦克扔出去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到了小尖山的制高点了 是啊 这是彭学峰他们登向的第一个制高点 楼山关战斗的 小心点 这雪太大了 地上太滑了 今天雪很大 然后地上都已经结满了冰 这是在这个木头上 小尖山的这一个山木上 大家可以看到全是冰 非常的滑 跟随我们的视线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盘山的公路 这个路是以前就有的吗 这是1926年就修了一条毛路 是贵州省的唯一一条公路 当时红军就是借用这个毛路啊 来跟这个国民党周旋 在这两站楼山 当时路面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宽 没有硬化 相当于现在这个路是后来有翻修的 后来翻修加宽 硬化的 硬化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盘山的公路盘了三道弯 然后在这两座山峰的中间通过 它就形成了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 正好是这个味道 这条路呢 是当年咱们红军攻取大尖山的时候所走的原路吗 是 当时就走的这样毛狗路 我们地方称为毛狗路 这条路 毛狗路 毛狗路 就是比较差的路 嗯 然后上面就是大尖山的山 上边 山底 山底 你就慢一点 你慢一点 好嘞 慢一点 其实当年 真的 其实当年我们供取了小尖山之后 然后又供取了大尖山 黄老师 红军用了多长时间攻取了大尖山的山顶 他从小尖山控制了大尖山以后 下边部队朝上冲 然后用一个多小时就把大尖山拿下来了 整个从上午开始的总攻到下午 就整个制高点都全部占领了 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飞逝了八十年 今天站在这里 我感觉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但真的没有改变吗 遵义会以后 中国的革命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看 1935年2月26日 红军再次占领楼山关 但战事却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变化又是什么呢 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次又把蒋介石调动出来了 3月2号 蒋介石自己亲自的飞抵重新指挥 第二天就3月3号 他专门发布了一个命令 就是川前各部一定要听从我统一指挥 没有我的命令 一地不得三字的进退 蒋介石他最害怕的对手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飘忽不定 确实让蒋介石吃尽了苦头 所以他就想要与毛泽东 在川前边界这个地方再次较量 3月4号 中国军委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成立前提指挥部 总司令是祝德 总政委是毛泽东 几天以后 红衣军团的团长林彪和政委 聂荣正共同给中央提出了一个建议 就是攻打打鼓心肠的一个师 3月10号 中共中央在狗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就讨论林彪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上说 这个仗不能打 为什么 等红军赶到打鼓心肠的时候 川军跟前军都已经会合了 敌人的力量太强了 我们打这个仗肯定要吃亏 不能打 但是很多人都同意打 就和毛泽东急了 毛泽东说 你如果大家如果说要再打的话 我就辞职 其他人说你不干 不干就不干 我们还是要坚持打 说表决少数服务多数 结果一表决一开会一表决 毛泽东是少数 就决定 要打这个打鼓心肠 毛泽东这个人 他是一心担心的红军的安危 他回去以后还是放不下 天黑了以后 他又提着一盏马灯 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想说服周恩来的工作 因为周恩来是我们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而且这个决心反正最后的这个决心还没下呢 所以毛泽东去找他去了 这个场景就在我们军艺纪念馆里面 在展览当中展出了这个场景 他记录了狗坝会议上一个精彩的片段 就是毛泽东深夜造访周恩来 1935年的3月 驻扎在尊义狗坝村的毛泽东 夜访周恩来 而在今天的狗坝会议会之中 又能探索到哪些当年的记忆呢 我们现在呢就在狗坝会议遗址的现场 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尊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葛正亚 当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开狗坝会议呢 因为当时党中央到了尊义以后 就向西转移来到狗坝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吗 嗯好好好 我们进去 来 这个地方就是狗坝会议的会址 经过维修 现在以它的朴素的原貌展现在大家面前 那是银平山 后面是马中岭 这个狗坝会议会址的三方啊 它都是山 同时这个房子的前后都是祖陵和大树 把它隐蔽着 因此开会来说 相比来说它是个安全的地方 正面这间房就是这个堂屋呢 就是开会的 就是狗坝会议的会议室 这旁边 这左边呢 是个厨房 这个会议室呢 实际上它就是这个姓奴的这家老百姓的堂屋 堂屋呢是进祖宗的地方 所以呢有个香火 你看那个地方有个香火 天地军青丝 这是进祖的地方 也是个很严肃的地方 开会它不一定就是说像现在开会一样 有主席台呀 有什么什么座位呀 安排好了 就是坐在这样的小马凳上 他们就坐在这样的板凳上 我们坐一下 我们坐一下 可以啊 我们坐一下 可以啊 就是坐在这样的板凳上 就坐在这样的板凳上 就是做了 一共有多少人会议 出席购把会议的这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啊 你看这有一个表哈 党和红军领导人出席购把会议的应该说当时的呃这个会议怎么做的呢已经难以准确的考证但是主持会议的人按照惯例的话他要坐在上方那就是张文天可能要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啊做的上方 再也呢就是周恩来他是红军总政委那他就要坐在对面的手作他也应该坐在这个地方在第一天开会之后的晚上毛泽东夜晚提着马灯走三里的山路对去找到当时军内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对就有这么一段夜提马灯造访周恩来的一段故事对这段故事非常有名的充分展现了 毛主席啊毛主席啊毛泽东啊对革命的负责他的这种使命感所以才提着马灯灯哎 我现在就在狗巴会议期间毛泽东居住的地方狗巴会议第一天结束以后夜深了毛泽东迟迟不能平静他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说服这人来于是就是在这样寒冷的深夜里他提着这样一盏马灯 走了三里的山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这就是狗巴会议期间周恩来的住所 毛泽东深夜造访两个人谈了很久很久 那毛泽东究竟有没有成功说服周恩来呢 在随后的作战中毛泽东又总结出一套怎样的作战经验呢 毛泽东夜晚的造访改变了第二天会议的方向那么毛泽东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毛泽东建议啊说你这个命令不是还没有发吗 你就晚发一点咱们再想一想于是他和周恩来两个人又进行了一番讨论 最后他把周恩来给吹好了就取消了攻打打鼓心坎的这个战斗也就避免了红军再次造到重创 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一个教训 说我们以后打仗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这么多人开会讨论 要有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 后来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家强 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人团 周恩来是团长 3月15号中国军委发布的一道命令 说以红军一部建设五期尾部 主力红军攻打在鲁湾长三元栋一带的周魂元的第二中队 战斗一打 这个周魂元中队有三个师 这三个师全团在一起 打了一天打不下来 为了逼命被动 毛泽东又做起了一个角色 主动的撤离中央红军 从3月16日到17日 从茅台的三个渡口 西渡赤水河 这是三渡 西渡赤水河以后 以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向西白 挺进 而且是摆出了一个要百度长假的架势 在调动了国民党的追兵 过了赤水河大举西巷的时候 毛泽东突然命令红军主力 东进四渡赤水河 等到了3月21号 红军又从太平洞二郎参 四渡赤水 3月26号 中亚红军开始大大波的南下 在31号渡过乌江 前方直指贵阳 这个时候蒋介石在贵阳亲自指挥啊 独占啊 但是贵阳没有兵啊 怎么办 就是赶紧调云南的兵来保驾 又中了毛泽东的圈套 毛泽东这个时做出了一个决策 以红军军团就占领了贵阳东南的那个龙里城 电军往贵阳来保蒋介石 红军这个时候趁这个时候一下子 这个西境 就是直探云南 四渡赤水啊 也不是毛主席早就考虑了要这样子啊 不是他与其设计好的 他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寻找有利的战机 这就是毛泽东拥兵如神的地方 所以毛泽东把四渡赤水啊 看着他平生的最得意的作品 几个月以后 红军长征到达了三百 毛泽东写了一首诗 红军不怕远真难 万水千山只等监 无灵威尼腾气浪 乌蒙磅礴走泥馆 惊煞水派云雅暖 大步调衡铁索寒 更惜名山千里雪 三军够后静开言 军议会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一笔最重要的财富 军议会议不仅使我们党和红军在危机关头 获得了一个新的生机 而且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军议会议的精神 照耀着1935年以后的中国历史 而且永远激励着 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 重复永前进 所以在军议会议召开了十年后 中国共产党作出的第一个历史军议 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军议 评价军议会议是 军议会议胜利结束了左倾路线 在党中央的统治 在极危机的关头挽救了党 军议会议开始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是中国党内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变 正是由于这一转变 我们党胜利的结束了红军长征 这是第一个历史军议对军议会的评价 那么46年后 中国共产党又做出了第二个历史军议 说军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 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最危急的关头保存下来 而且胜利的完成了长征 所以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叠点 军议会议的讲座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刘老师的精彩演讲 谢谢您 通过刘老师的讲述 我们能够感受得出来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那份艰辛 我们被革命先驱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所感动 我们更为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走上胜利之路而振奋 刘老师 如果请您用几句话来描述一下您心中的尊义会议 您会怎么说呢 一座城我们军议 一个会议 军议会议 一个人 毛泽东 一次转折 一个党 一段历史 军议会议的精神会永远的激励我们 鼓舞我们 前行 尊义会议的精神会永远的激励着我们 坚守信念 百折不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谢谢刘老师 谢谢您 谢谢在座的各位 观众朋友 再见 您是多大参加的 红群啊 按这个许岁里面 这件是十六 我那个时候是阻止一个这个敬畏连的 报复尊义会议的一个敬畏连 我都连着 三斤团的一物就是 报复尊义会议是个主要的 因为尊义会议是改名转转的 我还想念那些 各山草地和 前骨奋斗的这些老同志 老阵子 一场反应 想到 怎么称呼 我叫黄万成 是来自江苏省长州市 今年24岁了 当兵已经五年了 现在是班长 你今天有没有把你的这个班里的战友战士们 带到我们讲课的现场 带过来了 在你听完百家讲坛 关于尊义会议的这节课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 作为一名90后的战士 我一定要发扬好尊义会议精神 缅怀先烈 维护好尊义这片社会的安全稳定 不愧于我这身军装 您是奶奶还是姥姥啊 是奶奶 是奶奶 这是您的小孙子 今天怎么会想到来听这样一节 关于尊义会议的这么一节讲课 我本身就是一个教历史的中学老师 我对尊义会议非常的了解 今天我就是要让带孙子来 就是要让孙子来进一步的知道 尊义会议是我们中国革命的转折 让他们发扬这种精神 把红军的精神大一大地传下去 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那小朋友我想问你一下 你今天听完课之后 你学到了什么呀 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红军长征的历史 我认为红军是我们很不容易 我要好好学习 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这个是你们的店铺吗 是的 因为我们是土城人 开这样一个店铺也是咱们俩 一个大学生的平台 要基因红色旅游产品和一些家庭用品 让这些旅客们把这种红色精神 然后红军精神带回去传扬下来 在我们拍摄狗坝会议遗址现场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一个旅行团 怎么会想到在这么寒冷的天气 来这儿学习狗坝会议呢 今年是咱们军医会议召开84年的纪念 今天我们学校 我们支部的党总师 组织咱们新入的党员 来接受咱们这个购吧会议的红色教育 今天来的全部都是党员 有已经是党员的 还有今天入党的 你是党员吗 我是党员 有什么感受 鼓励着我们以后 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继续的努力 向我们的红军前辈学习 我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拯护党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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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护党的党员 敬护党会议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它结束了多新教导主义错误 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同军的领导地位 在危急的历史关头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 中国共产党 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 克服重重困难 一步步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在政治上走向的成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